好 回到比賽的現場 現在看到陳冠亨對上吳孝章 因為剛剛吳孝章他是挑戰成功 所以現在還有一次機會給陳冠亨 那陳冠亨跟吳孝章 這就沒有所謂的誰是衛冕者 兩個人都是各敗一場 所以這場比賽的輸贏就決定 這塊金牌要給誰 而且都是敗給彼此 所以這是非常厲害 等於說今天兩位選手是三戰兩勝 誰可以拿到這場比賽 現在又是一樣 雙方都是抓到自己還不錯的位置 位置都是可以攻擊的位置 這個位置都要攻了 這位置都不攻 就表示說他們先攻的人都會先被反摔 所以卡在那邊不攻擊 就有點 讓這個緊張度加深 但是精彩度減低 這緊張度是加深的 兩個卡住不攻的 現在選手不太敢攻 因為都有被反摔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痛苦的經驗 所以 會有點怕怕的 撐太久了 裁判應該可以暗示一下 那其實也要給他們兩位選手提亮一下 因為他們大概才五分鐘 五分鐘休息 五分鐘休息 才摔完一場 這等於是 沒什麼休息 好來 各來一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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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節奏就是有點慢了 現在不抓 現在小心了 兩個都特小心了 太小心了 這麼小心 反而是沒有動 反而看不到動作 撐那麼久應該也要在 對 這個 誰先攻 五孝章出了一個腳 一直左右這樣動動動 對 出了一隻腳 這是試探性的一個出腳 沒有意義 這個 黏了一下 黏了一下 再黏一 再一個 類似掉進頂腳了 好 來 五孝章多了一點 大外哥 來 神章 不要這樣子 勝利的果實 這樣子 再來 不能沒有攻 大外哥 旁邊人一直喊 攻啊 掉進頂腳 撐在那邊這樣 這麼好的位置 這其實要動多一點 動多一點那個 撐住的感覺會更少一點 好 要交第二次了 要給牌 兩邊都在一張 好 那這個就 現在就是給 兩位選手 下馬位了 誰在不攻 誰就是等著輸掉比賽 所以 大膽一點 對 現在應該就是要 毛起來摔了 毛起來摔 對 大膽一點 毛起來摔了 有 有 武孝章有 大外哥 給腳 小隊 這裡 好 吳紹章比較有經驗 比較有經驗 很累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兩位選手現在都很累 王者之風要拿出來 王者之風 他也 respons 爸爸在對方看 他敢摔 來 來 抱住了 一toire五小子 要抱那麼緊 來來來 王者之風 抓那麼緊 wow 兩位 兩位空一下吧 這該怎麼辦 裁判也沒有手段了 已經都各給兩張了 再給是要判出場 應該是不會用這種方式判出場 除非太誇張了 我們的攝影機 我們的轉過台右邊的方向 就是要爸爸在看比賽 再來 大雷哥 大雷哥 沒有沒有沒有 但是這至少有一點 再來至少 至少有一點動作 再來這個沒摔到分勝負 是絕對不會停止比賽 絕對很少會用裁判來判決 因為兩個人禁止的狀態算多 很少這個不可能會讓 所以兩位選手應該那個心情 專注在攻擊上 手腳 手腳 差一點點 陳冠亨先出腳 這個 武孝章是有擋住的 武孝章這裡是正面朝下有擋住 好 現在賺了一圈過來 賺了一圈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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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亨的爸爸在現場看 是我們的裁判老師 到外套 沒有 這個到外套手 手脫掉了 好 爸爸在指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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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了喔 這生氣了 爸爸生氣了 這個讓我想到一個電影 我的冠軍女兒 欸 對對對 教授 我的天啊 這棒子掉得起來 這是厲害 100分 又抓好了 四隻這樣死命的 四個前頭這樣死命的抓好了 這個 做一些足智來配合一下 哇 現在場邊的加油性非常大 都是在為兩位選手加油 雙腳 現在精品一捷 勝利 喔喔 可惜啦 早上是這次加累哥讓他得到 對 上半身沒有控制好 沒力了 這個很明顯是 手已經 抓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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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怎麼辦 現在一定要 把最後的力氣給擠出來了 又在做了 爸爸又在指導了 要叫他站了 哇 腳到實在是 都死身力絕了 這個裁判沒有辦法去干預的 因為兩位選手 節奏就是這樣子 第三張指導牌要給出來 很難給 很難給 摳好了 抓到緊後 緊後抓法 來吧 對決來一隻吧 大外哥 大外哥沒有 大外哥哥不動 好 好 笑張有沒有動作 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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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 小內哥 手腳 現在抓的這個位置 小內哥比較不好做 好 彈頭 愛啊 頭抬起來了 大外哥 左邊 右邊都有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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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實在是沒有體力 但是還是要撐下去 要帶動 要把手要帶動 超重量級的對決 現在兩位選手滿頭大汗 誰都不想輸 也不想有任何的閃失 誒 過肩摔 這裡用到 誒 哇 吳孝聰 他怎麼會沒有 沒有加緊 吳孝聰 差一點點 這裡蓄力已久的一個過肩摔 你摔完其實你要趕快起來 回到原位 你這樣慢 還看想要看對方也很難走 這個小孩子再累 你看這個單背很漂亮 然後手就鬆掉 完之後 兩個在這邊對敗幹嘛 你看趕快出 但是現在吳孝聰 他有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進攻 這是重點 陳冠亨 因為現在僵持不下 太久了 太久了 現在陳冠亨也必須要進攻 不然會有被判出場的危機 現在陳冠亨的 反而他的那個攻勢 比較 沒威脅 我剛剛在大外 過肩摔之外 吳孝聰 吳孝聰的攻勢 變得比較有威脅 再來 摳孝聰的不能沒有動作 冠亨 冠亨 啊 屁股 要攻了啦 要攻了 再來再來 陳冠亨 陳冠亨要攻喔 要攻擊 陳冠亨要攻擊喔 不然會被判出場喔 對 陳冠亨 吳孝聰 武孝聰 武孝聰 我覺得會在最後一次機會 我覺得會在最後一次機會 如果在最後一次機會 武孝聰 陳冠亨再沒攻的話 我覺得會再有一次機會 非常的疲累 現在 感覺那個 現在的選手的狀況 就是他呼吸 他喘氣 感覺連耳朵都是耳鳴的狀況 全部 主審是被 審判文人叫回來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這個判決 頂多他們是做一個商討 如果他要判決 或者說現在會講說再一次 再給陳冠荷一次機會 再一次 那就是看裁判這邊怎麼去討論 陳冠荷你不要再喪屍 但不管怎麼樣 陳冠荷如果說有下一次機會 一定要攻 不然會很危險 這是直接被判出場 這就非常偶爾 我個人是覺得會再給一次機會 否則直接判了不用喊啊 吳孝章現在是很好的機會 對 來 馬上闡到手 馬上抓到位直接進攻 抓了 陳冠荷 抓了就直接進攻 腳上痠 漂亮了 跟著走 最後吃奶的力量 全部都把他給擠出來 有 有 要拚了 有拚了 有了 吳孝章 挑戰成功 吳孝章 最後是連續扳倒成冠 兩次 證明自己的實力 而且這場比賽 喔真的是 走得非常的 非常的坎坷 天堂路 哇 走得是非常的辛苦 兩位選手 我想 現在全場 觀眾朋友真的要起立給他們鼓掌 對 太辛苦了 非常精彩的一場比賽 太精彩的比賽了 超重量級的選手 摔到現在 喔這個 也已經超過四分多重的一個 有有有 加實賽 跟上一場比賽這樣加起來可能 摔摔十幾分鐘了 真的真的辛苦 難以想像 吳孝章最終拿到了這勝利的果實 現在完全是淚灘了 回去好好的獎勵一下 快要過年了 這個 恭喜吳孝章 就最後這一支 後掛 這真的 真的是精彩 後掛了 陳冠亨 這也是輸得沒話講 這就是對方 用技術得分 將你給扳倒 這不是說裁判判你出場 這就是技術得分 讓對方拿走 所以 這也沒辦法 但是真的要給兩位選手鼓鼓掌 陳冠亨 也是 帶給我們非常精彩的比賽 那今天的轉播 在 這場比賽 結束之後 目前 是 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所以 今天比賽賽程 所有賽程都結束之後 那今天誕生的冠軍 蔡曉筠 石油麗玲 林崇佑 以及舞校長 我們恭喜他們 那在明天同一時間 也會為觀眾朋友帶來 請全天主任轉播 明天在一起 觀眾朋友繼續鎖定 我是林士廷 今天也是謝謝廖教練帶來的獎品 謝謝 太精彩了今天 拜拜 拜拜 來 十五到四半 今天 今天 金銘組 有抱怨 今天 才能提到 今天 裡面 過半 今天不用帶人 過半 但 今天早上 可以 隨便 那樣子的 過半 還不行 有抽到 今天 今天 過半 還會 有 好 有 有 i know you i know you